台中市烏日一所幼兒園 驚傳了同一個班級 說有五名幼童 周到老師不當管咒 導致身上出現了瘀青 家長發現之後 簡直又氣炸了 向派出所來報案 而對此呢 台中市教育局也說 在接獲檢舉之後 隨即入園來稽查 同步也帶回監視器畫面 目前已經要求 原方即日起 暫停這名救師職務 小朋友遭到不當對待 造成心理陰影 學生家長網路上討論 台中烏日驚傳有幼兒園 老師把小孩打到瘀青 潔白外牆前衛設計 被爆料的就是台中烏日 這家幼兒園 2022年才營運 校舍外觀漂亮 環境寬敞明亮 室內外空間有850多坪 每個月月費上萬元 外傳不當管教的是 某中班老師 受害學童約有四到五人 原方處置先向相關家長 說明改善方法之外 也質疑是離職員工 是離職員工 校院報復 煽動其他家長 因為在十六號十八號兩天 就看到小孩身上有瘀青 為什麼等到現在才報案 強調共有四名家長提告 已經有兩人策告 有關本霞血統遭不當管教案 本分級以受理剛事人報案 報請台中地方檢察署 護佑專責檢察官指揮偵辦 30日中午由審查小組 討論決議受理此案展開調查 如違法屬實一定嚴懲重罰 被點名不當管教的老師 已經停職調查 台中市教育局將召開審查會 釐清事實真相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